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好 我是许欢 现代人大多的能量高度聚集在上胶 也就是我们所谓的这个颅腔跟胸腔的部位 那么这样子的压力高度的聚集在这里的时候 形成了能量的对流 慢慢的慢慢的都停滞在上胶 那么这样的压力形成在这个部位 也代表说整个我们的颅腔跟胸腔的压力过大 这边的细胞就是活得非常辛苦 压力也非常大 代谢也出不来 所以就会产生一些不舒服的问题出现 那么我们发现 如果能量高度聚集在这个部位 我们不难想象能量都聚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那么水气也会聚集在这里 热能也会聚集在这个位置 那我们会产生所谓的偏头痛 晕眩 血压的问题 眼压的问题 睡眠的障碍或者是多梦 甚至会有肩颈僵硬 痠痛 或者是类似说我们头重脚轻等等的这些问题 甚至还会发生所谓的胸闷 或者是这边老是舒展不开来的一些问题 其实我们也常不自觉身体会做一些抒发这种上胶这种能量压力的动作 例如我们会不自觉的 声声揽腰 声声揽腰其实是把这边的关窍打开 让能量能够往后走 那么也常常我们会有不自觉 在做梦的时候会梦到一些特别开心得意的事情 那它是舒展心脏的压力 甚至你会有不自觉的 今天做了一个梦 老是不自觉的一直想哭 一直想哭 哭了一整晚 然后觉得啊 起来怎么还在哽咽 那这个东西其实是舒展肺的压力 那最明显最明显就是会有一些人 他在做梦的时候呢 他会梦到他在飞 他会梦到他在飞 那他在飞为什么呢 因为那也是身体发出一种警告 告诉你说我现在大多的能量 都在这个上角的部位 所以我们在梦里面会不断的发生 做出类似刚刚我说的 类似会有很悲的感觉 或者是觉得很得意的事情 甚至是会有所谓的 我在飞翔的这一个梦境出现 那么很多人都在问 到底你们是在练气功吗 还是在调什么 其实我要告诉你 我们是调节能量的循环对流 能够回归到应该有的对流的通畅 那么这个通畅 因为我们身体其实是一个半密闭半真空的状态 所以他其实热本来就会上升 冷会下降到背后来 那这是一个循环的对流 如果能量都高度聚集在这个位置的时候 他没有办法对流的时候 我们去想想看 热一直都维持在这里 那么细胞的周围的环境都处在很热 或是比较寒或是比较干燥 或是干燥就所谓的比较上火 或者是说比较湿冷的环境 那么细胞它的浓度 周边的我们身体的体液 的所谓的浓度酸度 什么都会再再影响到细胞整个的活着的生态 因为细胞的所谓的居住的环境不好 那么它的环境不好的时候 它就没有元气工作 它的代谢也代谢不出来的时候 整个的环境就会 细胞的内外环境就会越来越肮脏 污染 那么细胞在这样的环境下 就像我们人在一个这样的环境下 没有那么多的氧气 然后可能又很脏乱 然后我们的饮水 所有的东西都很脏的时候 那么我们人一定会生病嘛 那细胞跟我们人也是一样的 它绝对是需要一个非常好的一个环境 那这个环境如果我们维持好的时候 那么整个的生态就会非常的好 那么非常好的时候 细胞就有活力 也可以很轻松的工作 让我们的机能代谢就能够维持得很好 鱼缸里面的水质 我们一定要维持它的温度 必须是这个鱼儿 它能够喜欢的这种温度 它的所谓的对流的状态 也能够维持在很干净的状态 那它的酸碱质浓度 整个的状况就会维持得很好 那么鱼儿就可以健康的活着 那我们人70%的水 细胞也是活在这个水的变化里面 如果我们能够维持好 像鱼缸这样维持好它的所谓的循环 然后它的水的浓度 然后温度都能够调节好的时候 其实我们的细胞 就会像鱼儿在水缸里面活得非常的好 所以我们的养生强调是不吃药 不用去吃什么 什么在饮食上 因为如果我们的生态能够很OK 细胞它的本能都能够恢复出来的时候 事实上你会知道你自己该吃什么 自己的本能发现自己缺什么 我们会想去补足那种食物 那是人的本能 也是细胞发出来的集体的讯息 那这样的东西我们就会变成是 慢慢的我们回归到很自然 然后我们不去吃 说人家告诉我今天可以吃什么 明天又告诉我吃那个东西 其实是不对的 那我觉得把我们的一些想法 跟我们的本能都失去了 所以我们不要受那个影响 其实最重要的是我们应该回归到 把我们最主要的这个 所谓的身体的细胞能存活的这个生态 能够养好的时候 那么能量的这个所谓的对流 都能够调整好的时候 那么细胞在一个好的生态 那它自然能够快乐的活着 也很能够告诉我们说 它想要吃什么 它想要喝什么 那我们只要遵循自己的本能去变化 它绝对不是单一不变的 一个东西 一个养生 我永远都是这么吃 永远都是这么赚的时候 其实还蛮辛苦的 所以我们会觉得是说 先把我们自己的生态调好 如果你觉得 过去什么样的一种饮食的方式 让你觉得比较习惯 或者是科学家告诉你的方式 那么你的细胞已经非常活泼 也在非常好的一个状态 一个生态活着的时候 那么相对的 你改变这样的饮食 对你的影响也会比较大 也会比较正面一点 那么我们的方法非常简单 我们只要在睡前 我们不用练什么气功 不用很辛苦的要怎么样做 我们只是所谓的 运用这个方法 其实是有点比较 去刺激身体的某一个穴位 但是让它产生所谓的 能量的循环对流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身体其实的对流都OK了 细胞开始活泼的时候 它产生的动能 热能 胃能 就会影响我们身体70%的水的变化 该有的温度会上升起来 水气会往上走 该冷 该寒 该浊的东西会往下走 沉淀下去 我们的排便会正常 我们只不过是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调整 所以我们的方法非常简单 根本不需要去控制你的饮食 也不用去告诉你自己说 什么我能吃 什么不能吃 我一定不能够 一定要非常非常早的 几点要去睡觉 因为其实每一个人的工作 现在的人实在是没有办法 他的方法因为他的工作 他不得不趋向于我要 舍弃我的身体的健康 可是我真的是要养家活口 那所以我们的方法非常简单 就是说我们每天只要花两到三分钟 去准备好我们准备的 所谓的要温敷的东西 然后你只要认识 在我的课程你只要学会 八个穴位的灵活运用 然后对照我们身体能量的 所谓的仪表板 也就是说我所有的身体 血淤不淤 我的水分足不足 我哪里水气比较多 有水肿 或者是我的整个能量高度 都聚集在什么位置 我们全部会教你是如何 从舌头来判别 然后来判读这些说 我能量是聚集在什么位置 那么我利用八个穴位 它的能量的走势 来告诉你说 我现在能量 现在瘀在这个位置了 那我如何把它疏通 我只要学会这个东西 那利用这样的所谓的物理的现象 去把它调整好的时候 其实要健康就变得很容易 那么我们的生态如果养得好 细胞的本能能够出得来 那我相信不管你之后 再去练气功 你再去打坐 你再去练光 都会比较快 因为我们身体本身的能量的对流 已经比之前好得多 那细胞内外的环境又干净 那所谓的讯息的传递又更好 所以这是我们觉得说 这个是比较适合现代人 最简单又省时省力 省钱的一种养胜方式